长干行 起衣 礼白 门前未敞开 低头向岸壁 千唤不亦回 十五十斩眉 愿同陈与辉 长存抱住信 起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 瞿堂燕玉堆 五月不可处 原生天上哀 门前迟行计 一一升绿台 台身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来 双飞西圆草 赶此伤窃心 作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八 欲将书报家 相迎不到远 直至长风沙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我的头发刚刚盖过额头 便同你一起在门前做折花的游戏 你骑着竹马过来 我们一起绕着井栏 互制青梅为戏 我们同在长干里居住 两个人从小都没有什么猜忌 十四岁时嫁给你做妻子 害羞的没有露出过笑脸 低着头对着墙壁的暗处 一再呼唤也不敢回头 十五岁才舒展眉头 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 常抱着至死不渝的信念 怎么会想到走上忘夫台 十六岁时你离家远行 要去取塘艳雨堆 五月水涨时 艳雨堆不可相处 两岸圆猴的提叫声传到天上 门前是你离家时徘徊的足迹 渐渐地长满了绿台 绿台太厚 不好清扫 树叶飘落 秋天早早来到 八月里 黄色的蝴蝶飞舞 双双飞到西原草地上 看到这种情景 我很伤心 婴儿忧愁 容颜衰老 无论什么时候你想下三八回家 请预先把家书烧给我 迎接你不怕道路遥远 一直走到长风沙 再读一遍 长干行 其一 妾发出妇额 折花门前聚 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礼 两小无闲猜 十四为君妇 修言未敞开 低头向岸臂 千唤不亦回 十五十斩梅 愿同沉与灰 长存抱住信 起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 取堂燕玉堆 五月不可处 原生天上哀 门前持行计 一一升绿台 抬身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来 双飞西元草 敢此伤窃心 作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八 欲将书报家 相迎不到远 直至长风沙 听明白 樊活過 大孔 不 heard 多少 均白 正